小姐 怎么这么快呢 不用你拆 我没做 我决定了 生下来 生个金马了 你说得对 什么安心什么鱼骨集团 伤孩子还能成为我的障碍 我什么时候服输 早上吃饭去啊 不服营养子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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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坏了 安总 那个母音纸上社区讨论的部分 有几个不同的话题区 我刚刚忘记说了 嗯 没关系的 接下来 下次补社 好 好 其实啊 这女人怀孕的时候情绪波动特别大 有时候有些心里话 不知道找谁倾诉 搞一个社区 相互吐槽一下 也挺好的 还准备要二胎吗 坚决不要 为什么 就我现在这点工资 要一个孩子 还得缩一解释 算了吧 哪有你说得那么快张呀 孩子嘛 穷有穷养 富有富养 你别想拿着月薪 还要养一个王子出来啊 安能了 您为什么不要孩子啊 那我观察了一下 想要当总监 首先就不能要孩子 这么说 那您看啊 你跟威姐 雨果商务良大支柱 都没有孩子 挣钱这事 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就得有税有得 想要成功就得取胜 其实每个人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我还羡慕你呢 钱固然重要 但也不是最重要的 你看你啊 有家有孩子有老公 还有工作 最重要的 是有我这么好的一个上司 知足吧 老婆 你知道 人生几家乐事吗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四世同堂有望 失而复得有果 这啥呀 到时都不押韵 老婆 你先在这儿坐吧 干吗呀 我车停得比较远 我把车开到医院门口 给你发微信 你再下来 偷儿子的福 还有人伺候了是吧 偷闺女的福 闺女乖 你快点哪 你别乱动啊 慢点儿 慢点儿 好好好 来 你先坐坐 我去发个号 好 我帮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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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停 我帮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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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停 我帮你啊 你都停 我帮你啊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你不停 我帮你了 哎呀 洪总 哎 许总 安总 总算把您大家盼回来了 来 找我有事呀 哎 先坐坐 喝杯水 嗯 来 谢谢 现在我们综艺这边呢 还是想尽快推进 跟公里的合作 许总知道的呀 我现在手头上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搞定 保罗家APP的商务口 至于花香宝宝那边 李姚总负责的 你们应该放心的 不不不不 我们综艺这边 指定跟安总对接了 其他人选一概不予考虑 我跟冯总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么大的综艺植入 机会难得 本来呀 比赶环节就是你赢了 这个项目就是你的 安总 心结 不能把我们的胃口吊起来 又不理我们呀 冯总 哪你说的那样 我怎么会吊你的胃口呀 对 你看我也不会说个话 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 宫里是明星里的天花板了 您跟他是多年的朋友 说约出来就约出来 这人脉你敢 我们也想把这个节目做成 超级大项目啊 安心 这一单做完 对你 对公司 都会收益很大的 至于你担心的 我来解决 明天我会正式地通知姚薇 所以这个项目不用他参与 并且陶若妍的合同 正式重置 有 这就是许总不对了啊 怎么现在才划分 早就应该给我减 那这事早就成了 冯总批评得对 说我疏忽了 之后的效率一定会提上去的 放心 好嘞 睡吧 安心 既然是公司的需求 我 尽力而为伴 你看看 你看看多爽快 好嘞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哪天约上姐夫 咱们再聚聚 姐夫 姜总啊 好好好 她最近出差了 等她回来 我们去 好 我来安排 慢走 好 你刚刚不是提前去拿车吗 你看我看见谁了你猜 谁啊 安心的老公 姜洪凯 我看见他带着一年前姑娘 在那儿做产检啊 都二十三周了 不能了 你可不知道 安心平常在我面前 秀恩爱那样 那一把子自信 她要是知道 她要是知道 那什么意思 别动 你是打算把这事告诉她 这我没想好 虽然说我跟安心的关系 是不怎么样 但是就这件事情上面来说 她是受害者 你别告诉她了 为什么呀 这种事吧 那不是一般的事 咱们作为外人 不好说她闹死了 你发现搞错了呢 那不会 我专门去确认了 那小姑娘管 姜洪凯叫先生 不可能搞错了 那可能是出于 尊重啊 你别说了 你是不是跟姜洪凯共情呢 不是 你们这些男的啊 嘴上都是高关伪证 实际上看见 年轻漂亮小姑娘 就是放不下谁 不能这么说 我跟她可不是一样的人啊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钱人的世界 未必这么简单 万一这是人家 夫妻之境的共同秘密啊 你给她戳穿了多尴尬 我还是见过这样的 但外边 看是模仿夫妻 到处秀恩爱 实际上 早就名存是亡 各口各的了 是吗 嗯 那我看现在样子 也不像知道了呀 他每次跟我炫耀 他老公的时候 可玩二塞了 那我行为 你可别到过这事了 哎呦 烦得很 你要保持自己 心灵的纯洁性 远离八卦 听见没有 好 他也需要清静了 喝汤 得注意抬就好了 喝汤的时候想着孩子聊啊 你别想这人 知道了 你现在翅膀硬了呀 这么大的事都要自己做决定啊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老安家从来没有离婚的 你别给我丢着人 丢人 还有比你们上公司更丢人的 还有 你什么时候换动工作 现在每月工资多少钱 安心哪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你老子 你今天都给我说清楚 姐 爸这都为了你好 你说 就算姐夫要转移财产 那你也得打听清楚啊 我跟你说 这些做生意人 这些都是磕磕肠子啊 你怎么知道 他是爱你一万年 还是玩你一万年呢 你行了呀 说到底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家事 还有啊 你们别老离婚离婚的 不是真离婚 我们是假离婚 不分家的 你别以为老子好骗 我都上网查了 那么多假离婚的 最后都怒假成真了 吃亏的是女方 对 这不怪爸说你 你这假离婚我不反对 但是您得把姐夫里外离给 弄明白啊 你看这次 他能答应借我这五十万 说不准他手里还有什么 多余的钱呢 您来这个还没摸清呢 要不我陪你做个财产公正 我认识几个哥们 门道很多 我让他们盯着点姐夫 你给我打出反应啊 别口口声声跟我说什么 财产财产的 你不就是想让我跟你姐夫 那点从款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呀 那五十万的欠条 成了你的心病了 对不对 现在想着那五十万 不能白得了 对不对 所以来窜逗我 又说你姐夫的坏话 你听听 你听听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 我们这一天到晚 从里到外 为你忙前忙后的 你拿着好戏当驴肝费 姜文凯给你灌了什么迷婚样 再来说 拿你弟弟当外人 省怕他骗你的钱 他可是流着安家的血啊 姜文凯要跟你离离婚 他就是外人 你怎么不怕他骗你啊 那到时候人才俩空的时候 再回来找我们 您放心 真有那天我也不找您 您别害怕 您也别跟我再上眼药 我想清楚 你混线 姐 你是真打算牵是吗 你不再想想 起来 爸 看清楚了啊 白纸黑色 我自觉自愿 您不是说江洪凯在骗我吗 在耍弄我吗 我就是想让您看清楚 他是不是在骗我 他到底靠不靠谱 你呀 成 有你哭的那天 爸 姐 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 爸的万 你再想想吧 喂 您好哪位 喂 您好 姐姐 何人您会好好说话啊 不说是谁我挂了 别啊 您挂了我找谁要赔偿去 什么赔偿啊 我那车的车标 现在可光着呢 小天使不得飞也飞吗 现在飞不起来了 是你啊 别懂你你的 我有名有姓呢 麦克 我对你叫什么名字不感兴趣啊 成 没问题 那您对赔偿款感兴趣吗 不就是一个车标吗 放心 我不会欠着你的 要挂电话是吧 我现在好像是债主管 你有完没完啊 要挂也是我先挂 五十万 别忘了啊 老婆 嗯 你看这照片这么拍行不行 老婆 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不行啊 这事肯定要上热搜 咱们也算是公众人物了 不能跌面 你现在什么心态 我现在吧 很复杂 很复杂 隐婚这么多年 心里有一种抱负感 由然而生 你还要抱负呢 你等着明天我们回公司以后 他们怎么抱负咱们嘛 那不能 你现在是孕妇 如果好来是个大公司 于规定 于伦理 他都不可能开除你 那你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算没咱们俩这事 节目组也不用我了 正好我也不想看冯文艺那张臭脸啊 整天受这家搬起 现在的状态 我感觉是完美的 就服服你了 还完美 哪儿完美了 这是完蛋 我回雨果 你又够 老公 我认真想过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是值得的 明天我去公司跟上司说 看他们什么反应 万一没事呢 你就去告知询问 咱们就以养胎的心态来面对它 老公 真值得吗 值得 非常值得 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 高中的时候无意间看了一部片子 霸王别姬 我就决定要做导演 然后考上了咱们学校 你看 这现在甭管情况怎么样啊 我是不是成岛 是 那多少同学都转行了呢是吧 咱们得制度 而且 我还遇见了你 你看 咱们两个人 郎才女貌 恩爱至今 现在还有了孩子 这样照天我好丑啊 啊 我说了那天就不应该烫头的 太嫌老了这个 回头把婚离了 不是 那个 把婚离了咱们就重新接一次嘛 领个新本吧 照片换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流程啊 要是可以直接换 到那儿就不用离了嘛 这照片挺好的 明天都发微博了你 行行 那全世界都知道了 太难看了这个 我帮你批一批 好吧 我给你批一批 批到你满意为止 这儿帮我收一收 行 口红颜色要改一下 这太老气了 嗯 还有这个头 可以 笔笔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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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我陪我老婆上班啊 回去吧 来 喝茶 新郎官 你这也太快了 这刚多长时间啊 这就结婚了 想好了吗 不快 结婚好几年了 挺能瞒 这我就能理解了 明白了 明白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动手了 你看 我就说嘛 平白无故的 你为一个普通女同事出头 不可能 对上了 不过你说你啊 平平无奇的一个人 左边姚薇 右边陶若妍 闷头干大事 你比我强啊 我跟姚薇之间可是清清白白 什么事都没有啊 这不信你可以问姚薇去了 你放心吧 我没多想 姚薇的审美我还是了解的 什么意思呀 陶若妍 跟我们两口子是大学同学 那天我们三个人聚会 喝多了 那些娱乐记者一点职业道德没有 拍了点照片 看图说话 瞎写 这个事我已经在微博上解释清楚了 行啊 微博 都学会占用公共资源了 我看看 在哪儿呢 来 我看 就这点点击量 你这跟没发一样啊 你们这一对素人没人愿意相信 愿不愿意相信是他们的事 事实就是事实 你跟我这立直气壮有用吗 我就问你啊 你和姚薇这件事情 你怎么跟公司交代 公司根本就没有明文的规定 说一个公司的同事不能联姻 我先来跟你说一声 出于对你这个职位的尊重啊 然后我再找领导汇报回发 看他什么意思 你这叫幼稚 领导最忌讳的是什么 就是你这种欺上瞒下 你还要去找领导 公司有顾虑 无非就是担心不同部门的人之间 有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但我跟姚薇没干过这事 咱经得起查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说到点上了 我问你啊 咱们这档综艺 商务笔稿的时候 可不是姚薇胜出的呀 那最后怎么就到姚薇头上了呢 他不是把陶若妍牵下来了吗 姚薇牵下来的 还是你托举着陶若妍牵下来的呀 行行行 不说这事了 咱们就说 这档综艺从筹备开始到现在 你闯了多少货 我捅了多少娄子 大码头砸人 人家孩子现在还在家养伤呢 你本身就是停职状态 领导对你有什么看法 你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还要去找领导 我明白了 你是惦记着 把姚薇跟你一块弄走是吧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这几天我把工作交接一下 来 我可真不是针对你啊 这不正合你意吗 我会找专门的人给你对接这事 你别担心了 就这样 进来 许总 想跟您聊聊 来 来 说 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了 孩子父亲是陈良 我们是合法父亲 当初也是担心会耽误工作 所以没有通知大家 确定把孩子生下来了 确定把孩子生下来了 对 走 我尊重你的选择 既然你亲口给我说这些 我也打开天窗说凉话 给你交个底 我现在把安心调过来 是因为我今年 要竞争集团高级合伙人这个位置 所以必须交一份满意的成绩 把它叫来呢 一是胜算大写 二呢 可以增加你们内部的活力和竞争力 我知道你不满 但我作为管理者 必须那么做 理解 如果我顺利身迁 现在这个位置就会空下来 你跟安心都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虽然安心花香宝宝这一旦做得漂亮 但是在我心里 我希望这个位置你来做 毕竟你跟我这么多年 居总 我还是认为这件事 跟我生孩子没有冲突 可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 你 孩子不是管生不管养的 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你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 是不是能够承受工作这么大的压力和负荷呢 且不说你大的肚子去谈项目 是什么样的画面 就光建档 产检 都会花掉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您了解我的 只要是我做的决定 不会潜意改变 我的天啊 这新闻炸了 太厉害了 这是咱们那个程导和何威胁吗 怎么不是 照片你看不出来 真不像 你这太太上镜了 你和我手机 什么皮的精神看啊 看什么 你走走走走 综艺部的商务植入 我会跟安心做好交接 还有陶若妍跟程阳的品文 今天就会有一个了结 我还是希望 好不容易科下的陶若妍 她跟花香宝的合作 还是可以 这些不用你管了 会有新的负责任去顶顶 明白您的意思 办公室我快让出来 好啊 好 那我先出去 好啊 姐 你没事吧 我都有什么事 我看微博了 也听说了 就是许总那边 许总没你们想那么不见人情 没事的 你来正好 帮我收拾一下 没事就换去办公室 我自己要求吧 姐 对不起啊 为什么呀 就是安总那边 我听说那案子了 表现还挺不错 我当时也挺纠结的 但是气氛烘托到那儿了 加上母艳艺术我也比较熟悉 就知道的 去了别瞎帮忙 给你提成了 给 那还行 盯着给她 你真不争我气啊 姐 生气啊 我干吗要生气啊 你姐姐我不争气 没让你挣着钱 你去他们那儿挣笔钱 我高兴得还来不及呢 我干吗生气啊 再说你又不是去了 不回来了 是不是 以后讲稿都归你啊 怎么 不想一直跟我干下去啊 不是 不是 快点 小会啊 大会儿 这个逻辑我明白了呀 不得不说 姚微还真的是蛮勇敢的 有时候没有准备的冒险 就是糊涂 人生机会并不多 选择很重要 我觉得她的选择也没有错 蛮好的 最起码敢于面对自己的生活 那你就放手干吧 现在任何顾虑都没有 对了 上次跟你说宫里的事 已经跟她联系过了 她说后天回来 到时候我们见面聊 好 有什么需要我出面的 随时跟我说 没问题 我见面再说 好 那行 上次我儿子来找你什么事 临棠 临棠 有小心呢 有小七 安总 忙吗 还好 来帮我收拾一下 安总 忙吗 还好 来帮我收拾一下 安总 安总 雅琪真帮我收拾东西呢 没空过了啊 好呀 这是综艺的所有 山路植物项目 给你做个交接 还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联系我呀 好呀 谢谢 听说你怀疑了啊 恭喜啊 那天你说完以后 回去想了一下 说得挺对的呀 看老公总比 被人误会 潜规则来得好吧 是的呀 是我误会了 不过你们两个的戏啊 是真好 忙了那么多人啊 安总是单纯呢 还是包容心强呀 就是简单呀 你为这个项目 忙了这么久 现在 为了程良不得不放弃 不觉得可惜吗 都是一家人 揭晓那么多干什么 他都愿意为了我 做好离开鱼果的准备 我为他做点小牺牲也不算什么 伟大的 我听许总说呢 你主动提出来 要跟我换这间办公室呀 其实我在这里已经很习惯了 不过想了想呢 跟你客气来客气去的 也没什么意思的 那就换好了呀 好的呀 安总是这样的啊 我一直觉得呢 这个做好工作跟维系家庭 它其实都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平衡好这两样 这不是有很多职业女性 因为一直忙于工作而忽视家庭吗 江总这么大一级别的大佬 就 会不会碰到很多诱惑啊 你一直忙于工作 他没意见 他能有什么意见啊 我老公 没有见过的 很开明的 很支持我的工作 那就好 什么意思啊 没 没什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不就是想说 我是靠了我老公的人脉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吗 表哥呀 其实有的时候 人脉也是工作能力的一部分啊 尤其是在商务部门 我不必会 这是我的优势 这是我的优势 谁呢 在那儿都哪个优势 没什么呢 他就在那儿都没有了 我 beispielsweise 好像是在那儿都没有了 我 你什么时候 dám 您你安排一下 你这样 你赶紧把它签完字之后 给我寄回来 我看看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快了 那等你回来我们见面说 不是 我现在得稳住这些神迹的人 你听话 赶紧给我寄回来 无论如何 我得把你的财产保住 我才能回去 好 好 我知道了 嗯 晚上有时间吗 见一面 晚上约了陆泽宁一起吃饭 你们也认识 要么一起拒绝 你上次问我那事我简单地查了一下 江洪凯名下五十多家企业 这些年并购的合并的注销的最终还有十一家 是它有实际控制权的 其中有两家 目前的状况是亏损 但是并不大 它是有发展前景的 由一家倒闭牵扯到了资产没收 因为这个是个人资产做银行抵押贷还的 而且安心这边也签字认可了 另外八家企业大部分收入和支出是平衡的 但有一家科技类的收益可观 所以就财务状况来看 没什么危机可言 好 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 师姐 我们也刚到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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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要做老爷了 女儿啊 这是你自己想要的还是 我 是我 陈良她挺好的 一直尊重我的选择 是我自己决定留下来的 今天我们也跟公司说了我们的关系了 我也跟领导说我怀孕了 之前嘛 我真是觉得生孩子这是挺可怕的 但现在呢 胆造好像比以前大点了 应该是这小东西在给我鼓励吧 女儿啊 你知道吗 她现在只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希望你 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意活着 这也许就是一个父亲的 自私吧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就希望 你能够活得开心 快乐 哎 你可别因为 是我或者其他人的一句什么话 才要的这个孩子 真是我自己想要的 干嘛呀 你不欢迎她 她不生气的 欢迎欢迎 孩子 爸 别害怕 爸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我就是拼着自己的老命 我也要保护好 自己的女儿 快 我不是你们害怕 你都不知道 我自从怀孕以来 我看个电视剧 我都能把眼睛哭中了 我老 爸 吃饭了 好啦 吃饭去吧 哎呀 今天是大喜事啊 晓梁 喝点 行 我陪爸喝点 哎呀 今天是大喜事 你喝点好的 你喝好酒啊 陪爸吃饭都没看见 吃完饭再说吧 哎谁谁